秀林香三村 崇德村 景美春水源村 联合组织环保志工服务团队 13号并且举行适师大会 即防灾教育 浸滩聊心行动 该活动号召了众多的居民 共同一起来参与 希望透过这样的公益行动 让更多人能够愿意走出户外 重新面对生活并了解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秀林香依然可以恢复 往日的美丽与荣景 自4月3号04-03大地震之后 秀林家园破坏 山河变色 盲目穿移 居民不仅面临严重的环境破坏 收入也受到重大的打击 在救灾之后 秀林香居民更应该自立 共同守护家园 为此 欢迎现秀林香 布拉丹设计方案协会 共同与秀林香三个村 崇德村 景美春 水源村 联合组成环保志工服务团队 13号并且举行 实施大会及防灾教育浸滩 聊心行动 活动号召了许多民众 共同来参与 希望透过这样的公益行动 让更多人愿意走出户外 重新面对生活 并且了解 要大家共同努力 秀林香依然可以恢复 往日的美丽以及荣景 从04、03之后 其实我们面临到地震的威胁 在短短的不到120天 跟大队长报告 我们增加了101名的资源服务者 全部现场有穿制服的 都有收过训练 16个小时全部都拿到 在120天以内 我们也办了这样的事实大会 我们希望在地震过后 大家都能走出来 自助人助 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热情服务 整个响应我们现场的 EGDS的部分 整个我们花莲永续的部分 能够有你们的加入 然后有让我们的整个花莲 能够有更美好的环境 其实志工是没有薪水的 对不对 但是大家很有爱心 都会出来帮我们社区 或者是帮我们的海滩 只要是需要我们志工的地方 我们志工都会出来 希望我们修林乡的所有志工们 都能够每一个村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 环保志工的大队 怎么样的来整理自己的家园 从地震之后 怎么来修复 怎么样疗心 透过今天的一个健康的活动 练习 如何来自己的家园 自己照顾的一个精神 主办单位华林县修林乡 波拉丹 社区发协会表示 感谢各方大家的支持 这次活动是第一次 修林乡自发性在灾后串联彼此 迅速组成支援服务者 让爱传递 不仅唤起居民的环保意识 也凝聚着乡民的相信力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意之下 修林乡在灾后重生 绽放更美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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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